在去年2020年的時候 我年初的時候講過說 假設這個疫情會危機到你生命的時候 那個才會對房地產有影響 那影響的話就是說短暫性的是沒有看 沒有看的話就不會成交 那沒有成交的話 就使它的價格的影響的波動其實不會大 那我們看起來其實在今年看起來的話是 我們對今年下半年來看的話就是 我們有16個字來形容這個今年下半年的市場 就是第一個是買盤供應 房市觀望等待解封買去包覆 那這個買去包覆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是當你是停止消費的時候 你完全不習慣 所以你可能在開始解封的時候你會跑出來 那最先的話你看到11住行預留裡面就是 會比較明顯的這個顯現到 但是最住的東西的話 我們在預測的話也應該是 不會太悲觀 所以我們認為說會有買氣的報復 那買還是要買 所以它不會疫情是一個短暫 所以今年的話講是一個 還是一個大方向是資金都粒粒低 房市樂觀房價是悲情的 意思是說 我們對房市在疫情的時候還是很樂觀 然後對這個房價來講是 你說 房價會不會再往上走 我覺得有一些報導是房價會往上衝 我認為是不盡難 過去傳統的房地產投資 以前很多人 買房子買一大堆來租給人家 這個就不是鋼 就是純投資 是 這種投資我相信現在比重越來越低 為什麼它越來越不方便 那這個時候政府又要打它 為什麼 你想以前摔過頭 地保劉太太 他們一次就買一個月以後幾天 買200棟這樣殺來殺去 現在那個差不多絕機了 就你如果咱們洞來洞去 兩年內出售45% 那沒有幾個受得了 所以 你剛剛講那個剛性的自助的 這個買盤 我想在這幾年當中一定會變成主力 那這個時候就說 要進入房地產 會買房子的人 一定要有什麼 中心思想 這個我想你從你的經驗 我覺得對我們觀眾朋友可能會比較有幫助 我覺得這個市場從他 所有 每一個國家裡面只要重稅事後說 就不會有投資的 跟投機的機會 除非你是 覺得說你要做分配 對 比如說你這個錢要在 黃粱市場 其他投資市場 或者是國標市場上面做分配 你才會做一投資而已 那這個投資是長期的 你就是有錢任性 沒錢任命 就是你有錢的話 你當然會買一些 所以你會多買 但是這個市場裡面 假如是你買要賺錢的話 我認為現在目前 最熱市場裡面 並不是黃粱市場 第一個東西要稀少 所以你看到最近有塊地在 在丁州路 因為賣掉的話 他只是一個700多坪土地 還面對意願 你知道面對意願大概有恐慌 建商感這個時候 原來有三斤總意願 對 他面對意願他能夠標到那個價 那個底價是300萬 住三 住三225嘛 那底價300萬 他標到492萬 你知道那個一筆要賣多少錢 我賣一筆要大概120 130的房價 那各位知道你 丁州路何德何德能夠賣到這個價錢 我最早住丁州路 對 所以這個環境上面尋售價格 但是假如130的話 那顯見了說 這個隱性的這些潛在的買盤是有的 那2021年6度的辦公室市場 再創新量薪假 新高 效規回正式量減半 意思是疫情影響 因為現在大家有一位是在 walking in the phone 居家辦公 所以對這個辦公室的需求會反一點 但是不影響到 很多企業裡面要設總部 很多人認為說 那台北市裡面 像南港 還有什麼大直 或者是內武那邊的房價 都在創新港辦公室大樓 很多人都要買 最近也成交了幾棟 那 就會學習官說 中校多路 假設一個舊的辦公室大樓 大概一扁 大概90萬 100萬就可以買到了 那憑什麼是在 中校多路的 淡黃區的稍微外遠一點的地方 他要賣到150 160 130 這個 這個 新的預售房價 那為什麼還有人去買 有 有